妳沒有錯 妳講這話 妳沒有錯 王洪成衣抱著母親兩個人 在記者會上情緒潰提 母女倆忍不住淚崩 講實話本來就沒有錯 我媽媽告訴我的 我媽媽說我沒有錯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被暴力對待的時候 該道歉的是我們 該被譴責的是我們 為什麼 大喊說實話沒有錯 王洪成衣當街遭到一名黑衣男襲擊 造成她的臉部耳朵擦措傷 她坦承事發後至今都很害怕 我第一時間 我是立刻聯絡我媽 跟她說我發生這件事情 叫她盡處小心 因為我很害怕 下一個她動手的對象 會是我的家人 成衣過去在網路上面 對我的言論 她也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 也針對我做過非常多的批評 但這並不阻礙於我站出來 保護任何一個公民 哪怕是罵過我的人 過去她也跟陳怡在網路上 隔空開戰 許小心放下個人恩怨 和黨內立委陳金輝 北市議員中佩軍 一起陪同開記者會 誠意無緣無故被攻擊 也不清楚和動手男子有沒有結仇 因為我得罪的人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每一個我可能講過的人都有嫌疑 包括旁邊的喬息有可能 我們目前的掃黑方案呢 沒有辦法對付 像這樣躲在後面的藏境人 我們也深怕網路自媒體 成為我們黑幫藏匿的溫床 就連走在路上也成為被打目標 究竟是隨機攻擊 或是背後有人叫唆 只能等待警方查個水落石出 歡迎收看周成人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轉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